就是按这个这边动是吧 按这个这边动 这边这个方式是叫做双启动 这个方式叫双启动 按这个这边动 这叫双启动 按这个这边动 这是一种方式 这个在哪改菜单 然后选项 这些选项里面的东西很多 经常用的就是选项 那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选项的参数的 进去 进去以后 这里第一个执行方式 改一下这个执行方式 执行方式 第一个 这个是双启动 看到没有 双启动就是按这边这边动 按这边这边动 那么如果自动 按X往这边跳 跳这自动的话 就是它会 你按的这个 只按这个开关有用 按这个开关有用 只按这边开关 自动按这个开关有用 然后它会循环不停的做 这个就是自动 除非你按机停 或者是按复位 它才会停止 要不然它会不停的做 这个叫自动状态 那么手动状态的话 就是也是这个开关有用 按了一次以后 它会走 走完这边 走这边 走一个循环 回来停在那 就是直完一次 循环一次 自动是循环很多次 对 自动是一直循环 然后你手动的话 就是这边点完 点这边 这个点完回去 走不动了 这是一个循环 那我再点呢 第二次点这边 它这边又动 然后第二次点这边 它这边也动 再点 双启动的意思 对 就是这边点完一次 对不对 启动完之后 我再点 再点一下 它又启动了 是这个意思 对 你再点一下 它又循环一次 那我知道了 然后双启动的话 就是你按这边 这边动 按这边这边动 对 就是 就这样的 然后 这个复位方式 复位方式 一般是设置一个 自动复位一次 就是每次走完一轮以后 会复位一下 然后产量设定 产量设定 你这里可以设置 设置个产量 比如说 你先清零 直接清零 清零以后 它如果 它如果做多少产量 它会计时 按照时间里面 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 我从七点开始 做到八点 我七点开始 开始清零 然后做八点 这里做多少个 就可以看到产量 还是拆在选项里面 产量设定 就可以清零了 清零以后就可以了 默认参数就不要改了 所以我们默认出厂 默认的 焊接供应 刚刚我们讲了 就是这个角度的问题 角度啊 台高度啊 这种 对角度 然后 还有什么抖锡 抖锡一般用不到的 停机位置 停机位置 我们设置的 这是一 一 第一是设备远点 就是每次看完以后 停到远点去 清洗功能这里 我们这里是设置 这个清洗位置的 走到这个地方以后 按移动 走到SYZ这里 走到你想要清洗的位置 对 你看 进来以后 这里设置零次 不要设置多少次啊 设置如果设置一次两次 它就会走两次 它就会过去清洗一下 设置零次 它就不会说 按照你那个设置的次数 来来清洗 然后 这里有一个清洗 清洗出锡 清洗出锡就是 还没有 还没有过去清洗的时候 它会 你按了清洗嘛 还没有过去清洗的时候 会出一点锡 然后补偿出锡 就是它 它这个吹完锡 吹完气以后 它会再补一点上去 那你就是平时是怎么设 比较好 一般设这个 我看一下 设这个 三毫米吧 差不多 三毫米 然后这个清洗时间 设这个0.2秒就可以了 就吹气 它会吹0.2秒 往下走 走到这个位置以后 你要调它位置 按移动 按中间再移动 按移动 按移动 按移动以后就可以 找位置 找清晰的位置 对 找位置 是吧 找完压子 把这个头对准它 让它吹就行了 哦 还要调整头的位置 对 找完位置按确定 按确定 按确定这里按确定 这样可以 那还这么惨 这样就设置完了 然后我看一下 选项里面 是选项嘛 是吧 嗯 选项里面就 空移速度 是它这个 打空打的时候 是它 比如说它要移到这个点来 从这走到这里的这个 这个速度 嗯 是空移速度 空跑的速度 那以后越快越好了 不是越快越好 肯定不是越快 肯定不能调太快了嘛 在它这个产量满足的情况下 就不需要去调 如果说产量需要提高一点 就怎么样了 就调快一点 调快一点 对 这准是多少秒 还是 一般不要超过500 不要超过500 300 一般默认的就是300 是 然后速度过去速度 就是我们这里 按这个的时候 这里这里出息的速度 按这个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 这里出息的速度 就出息的速度 对对对 那是小的过去速度 这个我们就讲完了 这个是菜单 选项里面的 就讲完了 选项里面 这些 接着还要讲什么 菜单里面 打开文件 这些就不用讲了 很简单了 对 打开文件 就是打开你编导 新建设新建设文件 订存文件 这些都很 升级更新 很容易理解嘛 升级更新也不需要用 上传数据 上传数据也不需要用 系统 系统里面是有密码的 1234 先跟你说 密码1234 嗯 那这里面1234 进去设置 就是我们的一些 脉冲设置 要随便去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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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跟我们说就好了 然后有时候脉冲出问题的 就要找售后吗 一般不会出问题 然后其他就没有了 这就讲完了 讲完了已经 讲完了是吧 对 然后这个界面 到时候你看一下 这个界面 熟悉一下 这个界面就可以了